前六时 眼时时久 二时听久 鼻时修久 学时味久 深时处久 或意识知久 这在心理学是属于所谓的意识层面 第七摩纳时 和第八阿勒纳时 是属于潜意识的层面 第七名 第七时的名字是摩纳 意思是人物 它的作用是 执着第八时 能见的部分为母 这个作用 使得前六时都被虚妄地摩执 污染了 所以 它名为人物 第八 是个名字叫阿雷 意思是寒藏 它能够寒藏 一切发的种子在里面 所以名为寒藏 所以名为寒藏 因果法子 运用的关键 就在 第八时 阿雷也 每个众生 一切 深刻意的造作 都会留下 印象 和记录 在 阿雷也 在阿雷也 里头 成为 种子 这是 比喻 犹如 是在 新田里面 布下 种子 阿雷也 是 布下 种子 这些种子 就是印 它们具有 开花结果的能力 成为 业力 形善 布下的 善种子 善业 具有 善的业力 能够在 未来时 形成善的 快乐的 果报 那造卧 就 布下了 我的种子 这就是 卧印 具有 我的 业力 能够在 未来 形成 我的 痛苦的 果报 在英国 发展里 还有一项 非常重要的 成分 叫做 云 那 后来 所作的 深刻意 行为 对于前面 所作 而留下的 种子而言 那就叫做 云 善行 对于 善种子而言 是 顺云 善云 可以帮助 善种子 成熟 那就是 善报 对于 我的种子而言 是 命运 会 移植 善种子 陈述 于是 虽然善我意 不能互相抵消 但是可以互相影响